一个知名的外科医生 以后却无法替人开刀 人生从天堂跌落谷底 您要是敢 再动我身边任何人一根海毛的话 隔天各大网站上 一定会全都是您的新闻 你先住院 准备做手术吧 再拖下去 你可能活不到六个月 我要是死了 对你来说应该是天大的好事 不是吗 不对 我不希望你 变成他回忆里的一部分 一定要活下来 活下来 看是要忏悔 还是要一辈子愧疚请求原谅 要偿还呢 像我一样 终于之周五晚见六点 未来综合台 家和万事成